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当日应询表示 2005年 国共两党达成联岸和平发展五项共同愿景 确立了双方坚持绝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党交流互动 推进联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进联岸同胞福祉 取得了丰硕成果 安风山表示 当前 联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 我们愿与国民党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保持沟通 加强对话 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台海和平稳定 中国国民党20号上午在台中举行 第二十届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 吴敦义正式宣誓就任国民党主席 历任党主席连战吴伯雄 马英九 朱立伦 洪秀柱 这次国民党党代会将主题定为 革新 团结 重返执政 在大会开始前 会场外热闹的氛围和气势 呼应了这一主轴 而几位前任党主席陆续到场 也再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今天这个二十全很重要的要展现出我们国民党的新的气象 第一个大家能够团结 在这个我们过去的失败之后 能够大家重新检讨团结一致 会议开始后 国民党中评委主席团主席徐水德 为吴敦义颁发了当选证书 吴敦义随后宣誓 正式就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吴敦义在就职演说中 首先向前任党主席洪秀柱致谢 感谢其在过去一年多 对国民党做出的贡献 之后 吴敦义对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种种引发民怨的施政 特别是对两关系造成的破坏提出批评 吴敦义表示 蔡英文竞选时说 离岸要维持现状 但这一年三个月 比起马当局离岸现状的和平与交流 现在变成双方立场南辕北辙 形成僵局 空有对口机构 没有对话 没有交集 他表示 社会本来充满爱心与同情心 但现在有些百姓被分化 久远的分歧被挑起 社会走向对立 从包容走向纷争 为此吴敦义再次强调 推动离岸交流的重要性 未来我们在九二共事基础上 仍将坚决反对排毒 并积极弘扬 善良中华传统文化 促进两岸的相互尊重与包容 并将透过经贸文化与和平论坛 维持两轨对话 增进彼此了解 并深入研讨两岸和平辩解 确保台海的稳定与和平 吴敦义强调要促进两岸互利双赢 而国民党几位前主席也认为 目前国民党面临的不太有利的处境 更应该要强化在两岸关系上的着力 我们要唤起民众 了解到说今天我们的处境 跟我们的未来的路要怎么样走 对台湾才有帮助 才让我们的支持者不会迷失 不会彷徨 然后两岸能够更为了解 才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我说深化九二共事的道理就在这边 一定要往前更一步 否则就是倒退了 我相信党纲的部分 我们大家集思广益 最重要的我们都是希望两岸和平 确保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也被列入通过的国民党政策纲领中 这份国民党最新的政策纲领 另外还包括 迈向所谓连能有效率的政府 开创繁荣均富的经济 建立和谐公益的社会 实践安全永续的环境等 吴敦义在题为 让人民更幸福 让台湾更美丽的演说中 还抨击民进党当局错误政策 让大企业选择到美国做重大投资 吴敦义说 他要期许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政府和议会 积极改善各县市的投资环境 以吸引企业投资 也会结合认同这个理念的企业和团体 竭尽所能 促进投资 增加更多的就业 谈到明年台湾的县市长选举 吴敦义表示 这是国民党要面对的第一场重要考验 要大公无私的推举能力品德操守最好 最有机会当选的候选人 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这样才有更好的机会 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与民意代表选举中获胜 重返执政 此外 党代会还通过了相关的人事案 吴敦义提名 曾永泉与郝龙斌等为副主席 并获得大会无意义通过 国民党党代会20号上午9点才开始 不过还不到8点的时候 会场外已经是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 因为国民党9月9号将举行中央委员选举 各位候选人以及他们的助选团队 都趁着这个机会各出起招 全力拉票 一早 国民党党代会的场外 就聚集了满满的助选员 准备帮角逐中央委员的党代表拉票 他们一路排在会场入口两侧 现场发送候选人的宣传单 有人送扇子 徽章 背包等小礼物 还有人更拼 穿起钢铁匣的整套装备 很是吸引眼球 现场败票 拉票声不断 弥漫浓浓的选举气氛 候选人各自的助选阵营 也趁着这个机会 高声喊口号表达立场 我是台湾人 我也是中国人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对 不是台湾国民党 是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一年一度的党代会 对中央委员候选人来说 是最好的与党代表联络感情 争取支持的机会 他们表示 重新出发的国民党 团结革新十分重要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 吴主席能够重新建立国民党内的互信 那么结合党里面 不同的势力 不同的团体一起努力 我想我们拿出实际的行动来 国民党的这个团结的力量才会真正发挥出来 正如党主席乌敦毅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 国民党要更多的争取青年的支持 本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也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 励志要自我检讨再出发的国民党 改造革新工程正待展开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大陆渔船闽龙于60248号 19号晚间越界在彭加鱼海域捕捞 基隆海巡队登船检查 共查获一吨渔货并将船上的11人带回侦班 基隆海巡队长陈志伟20号表示 19号晚间11点30分 接获台海巡部门第二巡防区通报 彭加鱼海域疑似有大陆船越界 立即调派巡防艇赶赴现场 不久后在彭加鱼东方21海里处 发现大陆渔船闽龙于60248号船正由西向东拖网 台媒称由于事证明确 巡防艇随即强靠登船检查 并压解闽船起网 20号上午11点25分将闽船带返正兵渔港 经清点后船上共有一吨渔货 渔网网板及两部起网机 闽龙于60248号44岁王信船长称 他们16号中午从福建省吴渔港出发 船上共11人 台当局教育部门20号召开12年课纲课审大会 普通高中分组提出语文科必读古文 有20篇降为10篇或15篇 台湾媒体报道称 对于语文教育台当局教育部门没有自己的立场 若放任各分组自一而为将酿成中文浩劫 据台媒报道 台当局教育部门正在制定12年课纲 关于高中语文科 台湾教育研究院语文纲领小组之前花了两年时间 委托60余位教授并征询500多位高中语文老师的意见 最后才定出文言文占4成5到5成5 必读古文20篇的草案 不过普通高中分组认为文言文比例及必读古文篇数太多 他们提出文言文比例降到30% 必读古文则减为10篇或15篇 普通高中小组还将各界推荐的54篇古文 8月4号到14号放在网络上让网友票选 票选结束后总共571人投票 高中语文老师只占两成 大学生和高中生却占三成八 其他是社会人士 报道指出连媒体都不知道这项讯息 过程根本是黑箱 报道称台教育部门制定课纲时 要有基本原则确保学生能力不下降 若放任各分组自意而为 后果不堪设想 普通高中分组在网络票选高中语文科的选文 让人怀疑网友意见可以凌驾专家意见 加上整个过程黑箱 台教育部门不及时阻止 导致此争议在社会发酵 报道最后问到 台当局这种不具立场的教育部门到底为何存在 吕军义砍伤蔡英文办公室卫兵案 台北地检署审讯后 以吕军义涉犯犯重罪 且有逃亡再犯之忧向法院生压 台北地院19号开庭审理 吕军义对偷军刀砍伤卫兵等都认罪 但仍表明誓死如归 即以蔡英文为目标 并坚持完成目的的决心 法院以预防性羁押为由 裁定羁押未禁见 吕随即被压卸至台北看守所 台北地院裁定指出 吕军义案发当时随身所携带的手写文书内容记载 我要拿着七十几年前屠杀我们中国人的窝刀斩了菜 据报道 吕在接受检察官征讯时表示 去年11月离开家里后就有这个构思 要拿军刀去蔡英文办公室斩首蔡英文 称信件写的是他心里话 我没有准备要活 主官认为 以蔡英文为首要目标 但是阻挡我的人 我也要攻击他们 不要让他们阻挡我等 法院裁定指出 吕对于其主官上所认知的理念想法 有相当坚定与完成计划的决心 足以认定他为实现其犯罪目的 反复实施同一犯罪的高度可能性 法院认为 吕军义去年11月及蒙生念头 且于事前预先筹谋计划 并预先前往军事馆等现场勘察 在斟酌他接受讯问时 均表明誓死如归 与坚持完成其犯罪目的的决心 如予以交保择负 不足以确保他不会再度犯案 以达其目的的可能性 认定有积压必要 令台湾百姓舆论哗然的815全台大停电 刚过去没几天 台北市20号凌晨再度发声局不停电 再度引发社会的不满 据岛内媒体报道 20号上午5点30分左右 台北市巴德路中轮市场附近 一条电力分支线发生故障 影响用户数约700户 台湾资深体育主播傅达人刚好住在这一区域 他在网络发文怒骂 今天松山巴德路三段全停电 电梯冰箱冷气风扇全都完蛋 电动马桶不能用 大便无法冲完 哎 不是人的生活 台湾黑暗黑暗黑暗 8月15号岛内因中油公司供气中断10分钟 导致大潭电厂6部机组大跳机 之后台中火力5号机也跳机 供电量锐减 当天下午4点51分起 全台大停电 即668万户 余办用户人家没电用 面对民众愤慨 舆论哗然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19号还出面称 815不算大停电 应属轮流停电 更引发网友怒骂 国民党方面愤怒表示 林全赴台立法机构就815大停电进行报告时 若不符合民众期待 不排除推动导林全行政团队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下本台的驻台新闻观察员陆强 陆强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我们来关注台风的消息 第13号台风天歌 昨天下午生成后是发展迅速 台气象局昨天晚上11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暴风圈将横扫南台湾 那么今晚到明天都是台风影响期间 目前天歌属于轻度台风 带来的平均风力约为7级到8级左右 最大阵风约10级到11级 但是不排除未来还有增强的可能性 此外天歌夹带的雨势比风势影响更大 降下的雨势恐怕会是大雨以上等级 台湾气象部门提醒民众 这段时间要尽量避免出行 注意安全 台风可以说是再次引发 岛内对供电情况的关注 台电方面表示会密切关注 加强警备 而向上周出现的大规模无预警 全台停电是否会再次出现 谁也不能保证 815全台大停电引发岛内对供电危机的讨论 因此民间呼吁重启核电 以核养绿 来看今天中国时报的评论标题 所谓核电公投有迫切性 文章援引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郭卫的话 他说现在台湾的被载电能是远低于10% 停电的机会本来就很大 所以815全台大停电并不是一个意外 而自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造成巨大毁灭性伤亡以来 许多民众误以为核电厂在核灾时会和原子弹一样爆炸 而且核废料无法处理是万分可怕 于是呢就大批生成了恐核病 许多外行的反核人是利用民众恐核的心态 扭曲事实夸大核灾 造成民进党的反核党纲成功的转化成 2025年非核家园的政策 而这些人是否想过为什么发生过核灾的美俄日会继续使用核电 现在看来这项政策已经造成了台湾缺电的事实 鉴于人们已有重启核电以核养绿的提案 那么所谓全民公投是否续用核电重启核四 应该有它的正当性和迫切性 好的紫乔 以上是今天我在台湾的观察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好的谢谢卢强 好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这对美国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贸易专家约瑟夫布拉姆尔日前表示 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布拉姆尔指出 作为全球贸易企业的主要出口市场 美国加高贸易壁垒将迫使外国企业寻求新的替代市场 其中许多企业已将目光投向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德国也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比如德意志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计划 共同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提供30亿美元融资 布拉姆尔说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外溢效应 将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与亚洲 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扩大 同时中国的周边邻国也会因美国设置贸易壁垒 而更多寻求与中国合作 印度北方邦本月的19号发生严重的列车脱轨事故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23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 本次射箭被怀疑与恐怖袭击有关 而最新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事故原因可能与员工操作失误有关 19号下午 印度北方邦一列火车脱轨导致多人死亡 据了解 事发地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约100公里远 这列火车从东部奥里萨邦的普里市 开往北阿坎德邦的哈利德沃市 原本预计于晚上9点到站 但在6点左右行驶至穆扎法尔纳格尔时发生事故 这列共有14节车厢的列车 有6节车厢脱轨 并撞上了路边的房屋 据印度经济快报报道称 事故发生后 北方邦反恐小组也抵达现场进行调查 有媒体怀疑事故发生与恐怖袭击有关 不过印度时报20号发表文章 并援引一位印度铁道部高级官员的分析称 致火车脱轨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仰路工作失误或是事故直接原因 因为事发当时印度北方铁路局一名资深工程师正在现场 该官员称 事发时当地铁路员工正在进行不正规的铁道保养 他们在做盗轨保养工作时 没有施宜举红旗或信号灯等任何限速措施 该官员分析称 当时这列火车的时速约106公里 而一般途经路轨保养地段的时速 应限制在10公里至15公里以内 火车司机也应被给予必要的信号指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系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籍方面的其他消息 韩国庆上南道昌原市一家造船厂的一艘 在舰游轮20号11点30分左右发生爆炸 事故造成4名工人丧生 爆炸发生时 数名30到50岁的工人正在给一个储油罐刷漆 事发游轮为7.4万吨级 据称按计划应在今年10月 交付给一家希腊船运企业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发生的具体原因 德国将于9月24号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据德国多个权威民调机构8月中旬发布的最新数据 默克尔领导的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的支持率 在37%到40%之间 社民党的支持率22%到25%之间 其他四个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均不超过10% 这让一个多月后的大选积无悬念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德国经济总体表现良好 难民涌入造成的危机逐渐消退 缺乏有力竞争对手的德国总理默克 有望实现第三次连任 成为德国政坛长青树 泰国卫生部门20号表示 截至本月15号 今年泰国已有6.7万多人感染流感 其中10人死亡 从患者年龄层来看 15到24岁是感染流感人数最多的人群 其次是10到14岁和25到34岁 感染人数最多的地区 包括罗永 曼谷 青麦 尖竹文府等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 关注海峡新干系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为期三天的2017香港美食博览会 即第九届香港国际茶展 19号圆满落下了帷幕 福建与百家企业参会和参展 其中47家茶企 以清新福建多彩敏茶为主题参展 作为产茶大省 福建省展团此次荣应 香港国际茶展明茶比赛 第一名一项 第三名两项 展会期间 福建省企业与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德国 波兰 法国 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客商 洽谈超万次 福建省47家茶企现场交易额 530万元 达成合作意向840多个 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合同金额1.21亿元 意向签约金额约4亿元 参展期间 福建省农业厅售排香港福州社团联会 成立敏茶文化推广中心 福建希望借由香港国际性平台 以茶为媒推广敏茶及敏茶文化 并通过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的 香咸商界精英宣传推介 开拓国际市场 百年大祭教育为本 达利集团许世辉 惠安教育基金每年投入1000万元 除了用于讲学助学 在讲教上也是不遗余力 成立六年来 全面推动了惠安县师资队伍的建设 全力助推惠安县营造 严教 众教 爱教 助教的社会氛围 大力弘扬文化名城 惠安尊师众教 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 是达利集团许世辉 惠安教育基金的核心内涵 每年特设惠安一中讲教基金 专项用于奖励惠安一中 教育教学成绩突出 贡献大的优秀教师 除此之外 今年的达利教育园丁奖 奖教金额进一步增加 还特别增设奖励 鼓励特教学校的优秀教师 不但对我们学生 前换位的奖励 还有对我们老师 奖励也很大 所以整个惠安教育 这几年的增增力上 应该说达利基金会的贡献 是非常大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 对史西文先生 对达利基金会 满怀感恩的心 达和谐 立众生 达利集团始终坚持 对品质严苛的把控 对创新孜孜不倦追求的同时 勇于承担其企业的社会责任 积极投身 教育慈善的公益事业 这一切都将为达利集团 打造百年品牌 奠定坚实的基础 好 来看下一条 2017 喜梦宝贝金蛙奖全国少儿才艺大赛选拔赛全州赛区20号正式启动 此次比赛的获奖小选手将直通2018年东南卫视少儿春晚 此次2017喜梦宝贝金蛙奖全国少儿才艺大赛选拔赛将在全州进行为期半年的六场大赛 入围节目将有机会直通2018东南卫视少儿春晚 据悉 金蛙奖是继金鸡百花奖之后 由全国综合素质等级测评中心主办的一项权威赛事 该项赛事系列活动已经在全国数百个签约城市拉开了帷幕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收看 明天见